洛杉磯一名男子通過偷換SIM卡 以及入侵社交媒體帳戶 撤取了約74萬 近日該男子已經被定罪 據檢察官稱 24歲的Amir Hossein-Goshen 承認一項電信欺詐罪 及兩項計算機訪問罪名 從2019年4月至2023年2月 Goshen會多次調換SIM卡 以訪問受害者的個人帳戶 並威脅受害者付款 否則將公開其個人資料 另外Goshen還會冒充Apple 技術支持顧問 在電話中承諾提供高級安全協議 並向受害者發送嚴正碼 以訪問受害者的iCloud帳戶 從而竊取錢財 Goshen因電信欺詐罪名 張棉林最高20年的聯邦監禁 每項計算機訪問罪名 張棉林最高5年的監禁 此案的良刑聽證會 將於11月27日舉行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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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